《称恨的本质》 这个称恨的本质 我们大家都有称恨 称恨的本质是什么 是大原尽质 称恨它的原理是什么 是原理自己对于自己讨厌的人 讨厌的事情和东西 产生强烈排斥的心态 你不喜欢他 不想看到他 我心里恨他 人 事情 东西 只要你的称恨心升起的时候 你会连带的其他的妄念 就会像海浪一般涌现 称心起 那个妄想就很多 烦恼就很赤胜 所以你看这个人被激怒 或者有什么事情 吞不下那口气 背着不睡 背着不睡 他的烦恼成串 像海坡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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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坡 很痛苦 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烦恼涌现 你里面再有很强的贪心 很嫉妒心 往往就是会烦恼赤胜到 会灼烧我们原本清净的心 甚至有人去造很重的业 怎么叫贪心 贪基督心 你看这个 我们这个社会很不平安 这个黑道火拼枪极暗 对不对 某某脚头老大 被另外的黑道打死了 有人开黑枪 为什么 你就是称心 称心里面 又伴随着贪心和嫉妒心 为什么 这个A角头老大的 这个赌场 被B角头老大给占去了 意思是说 财路被B角头老大给占了 这个B角头老大怎么样 嗔恨 里面有没有伴随着贪 有啊 我的钱啊 被你挂分掉了 有没有嫉妒 当然有 称记常常连在一起 所以就去开枪打死对方 想要把这个地盘要回来 所以什么都敢做 蒙蔽良心 但当这个称心涌现的时候 就是你原本清净的心 就会荡然无存 你就会很痛苦 甚至会伤害自己和别人 那你如果明白这个称心 它的本性 它的本质 就是大原精致 那对于这个称心 称恨心 采取一个不拔除也不对立 我已经起这个称恨了 你现在生气的时候 都要知道自己在生气 你的那样本觉的自信 你要有这样绝照 我现在生气 我抓狂了 我知道我已经抓狂了 你这心里要知道 知道的时候 你就不拔除也不对立 你不要把你这个称心 拿掉 你拿不掉 你控制不了它 那不对立 你也不要说 我就是觉得说 我已经有起这个称心 我很烦恼 像得到癌症一样 赶快离开我 赶快离开我 不要这样子 你应该 是在你的心绪上 这样称恨 转成强大的力量 这个环节很重要 你少了一个环节 就不能转回道用 你要了解 我现在发狂了 我现在起称心了 不拔除 不对立 我跟称心在一起 转为道用 转为一个 反过来 称恨自己 深重的罪业 为什么 我今天遇到 这个倒霉事呢 为什么 我会撩大钱呢 为什么 我家里会发生 这种家庭破碎呢 为什么 这个太太小孩 跟人家跑了呢 为什么 我车子被偷了呢 这样 这起称心 要 你当下的发脾气 你就转过来 为什么 我的业障这么重 我早该修 我怎么都不修呢 为什么都不忏悔 看自己 我根本没有福气 没有福气 我跟人家买这么好车 也不会照顾家庭 娶一个太太这么漂亮 当然 那小孩跟人家跑 就是转过来恨自己 那这就是 这下一句你要听好 转过来称恨自己 深重的罪业 还没完 要进而 积极修行 忏悔 业障 要这样子 你如果没有这样 只有恨自己 业障怎么这么重 自己在那里 偶气 生烦恼 我们这同修很多这样 他学佛都学一半的 所以发脾气 不可以发脾气 没有 我只是在 弃我业怎么这么重 我怎么是在 弃我这么没有度量 我怎么就是 一直责怪自己 就变成一个怪人 他没有下一句 进而积极修行 忏悔一章 他就学前面这一半 然后就在那边 顿足垂胸 他根本不是修行 你就是恨自己 进而忏悔业障 光在那里闹脾气 永远不会进步 根本搞不清楚 没有办法得到盗用 称恨的力量 你如果把它 转成忏悔业障 积极修行 称恨的力量 就要弱下来 就越来越无力 为什么 你积极红发 忏悔 变财无碍 行功利得 守戒度人 你那个称心就一直弱下来 一直弱下来 到最后没有脾气 就是你会得到这个受用 所以你的妄心就会熄灭 心事就会清明起来 心事清明干什么呢 一个人这个妄心 称心习妄心习 心事清明怎么样呢 决心容易显现 心就是灵明了 妙智就显现 容易绝照绝察 有智慧 这就是一种大愿进制 所以称恨 他的本质 跟大愿进制 是无二的 人家讲到这里有一条水管 接出来 现在在我手上 这个水管 人家把水龙头都打开 拆到麻烦给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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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说 哎呀赶快啊 再拿一条连接管 把它接起来 这水喷到佛堂 到处是这样浪费水 又不庄严 等一下发生危险了 把它接到外面 浇花洗车不是很好 对对对 快拿一个连接管来 连接管把它接出去 就可以到外面洗车浇花 对不对 在接的时候怎么样 你要不要用力啊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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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它控制得很好 对不对 就是你在起称心 你要转换 你要不要下功夫 要下很大的功夫 你才会得到这个水 到外面去浇花 去洗车 不浪费 然后把你这个称恨的力量 在导引转变的时候 你要下功夫控制它 你要吃到苦头 不是轻松愉快修得起来 这个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没有不好好的蹲马步 蹲到那个脚在那边细细准 全身大汗 而变成武林高手的 没有这种事情 都是万丈高楼平地起 扎扎实实的去修 才有办法 我看到你 在摩扎实实的路上 有什么东西 我看到你 都是平均的 天下的 我看到你 要看你